谁叫你乱跑 你飞呀飞呀 咦 怎么不飞了 悟光啊 你在做什么 在外面就已经听到你的洗脑声了 咦 师父 师父 你看看 这只小鸟很不乖哦 被我抓到了 可是它一直想要飞走 所以我想到一个很聪明的方法 就是啊 我帮小鸟绑了石头 它就飞不动了呀 谁叫它要不乖 诶 悟光啊 师父问你 你不乖的时候 师父有没有在你身上绑一颗大石头啊 没有啊 那我把你跟大石头绑在一起 你会高兴吗 嗯 不会耶 那么你先把小鸟放了 让它回去找妈妈 师父再告诉你因果的故事 还有什么是因果 好不好啊 好啊 我最喜欢听师父说故事了 以前有个张图户 每天附近寺院的晨钟一响 他就起床杀猪 天天如此 一天夜里 四里打钟的僧人梦见十一个人恳求饶命 请求拜托隔天早晨 不要打钟 张图户因为没听到钟声 比较晚起床 发现要杀的那头猪 生了十一头小猪 张图户到寺院打听 为什么早晨没打钟呢 打钟的僧人 把前一晚的梦告诉了他 张图户很受震动 断然放弃了图业 归向佛门 专心诵经 念佛十几年 欲直到自己时间将至 端坐往生 这就是因果 你想 你把小鸟抓来 鸟妈妈会不会难过啊 会不会到处找小鸟呢 就像你离开你家 离开你的爸爸妈妈一样 所以我们人呢 种了什么因就会得什么果 嗯 对啊 如果我是小鸟 我也会难过 好 师父 我知道了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小动物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